因為中國是落實海警3號令 6月15之後要強力執行 那他現在就是強力執行 阻止了 我沒有想到 菲律賓的突擊隊實力弱到這樣 竟然還打輸中國的海警 這個難以想像 接下來當然就是國際輿論戰 目前事實上昨天第一時間 美國就已經發動了 包括加拿大 英國 荷蘭 日本 韓國都出來講話 可是這個沒有用 而且坦白講要透過司法解決也沒有用 因為你要到國際法庭 到聯合國 都沒有用 因為仁愛嬌跟黃岩島 中國當然也會他一套說法 目前他就是佔領 實際佔領 那你要訴求國際法院他不會合議 那沒有合議 國際法院也沒有辦法接你的case 對 所以這種事情到最後 我坦白講是實力決定 那事實上真正的考驗是美國 就是說這樣的行為 有沒有構成要啟動 美非的共同防禦條約 那坦白說在發生第一時間的時候 美國的軍券就溜了 就菲律賓回頭看距離很遠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如果不強力執法 他真的沒有辦法交代啦 比如說海警商號令人家就覺得你玩假的 那你接下來不管是菲律賓啊 越南啊 甚至包括台灣 你未來的海警法要怎麼落實啊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認為中國大陸沒有退路 沒有退路 那基本上是實力決定啦 那就變成說菲律賓你能不能夠邀集 美國軍艦跟你來闖仁愛礁啊 我覺得絕無可能發生啦 美國不可能跟中國直接交戰啦 而且目前中國出動的是海警船 也不是軍事行動 這個我們講的是廣義的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透過灰色地帶的作戰 要落實他的法律嘛 事實上坦白講 這個議題跟台灣是有關係的 就是大陸甚至有些人講了說 叫沙菲警台啦 所以他對菲律賓不可能退讓的啦 甚至於我認為在仙兵礁 另外坐貪的那一艘船 可能最近也會被拉走 或者會被圍啦 驅逐啦 之類的啦 那他未來可能會在華岩島啦 仁愛礁啦 還有仙兵礁 這些地方都加重 包括軍事啦 海警的力量做防禦啦 讓你沒有辦法翻盤啦 那反正就等國際輿論過了一陣子 那這件事情可能就結束了 目前你因為這個剛發生嘛 所以你就會聽到菲律賓很多聲音 也聽到美國的聲音啊 可是美國人做什麼 因為 坦白講他也不是深鎖鍋啊 就卡在這裡啊 所以我是覺得 接下來可能是中國跟菲律賓 要坐下來談判可能會比較實在啦 就是這樣 那我 請到目前這個 馬神雷三號啊 在仁愛礁那一艘坐灘25年的船 今天已經是第26天沒有佈寄了 那都是用空投的啊 那事實上空投是 準度很差的啦 都掉到海裡啦 那這個恐怕是菲律賓跟中國大陸 我覺得在這裡有點僵局啦 就是說這樣再拖下去 你糧食跟水都沒有佈寄 那怎麼辦 中方會出來人道救援嗎 人道救援就把你拖走啊 中方就是希望你來求援啊 那我就用人道的理由來 然後用船把你載走啊 那載走就不會讓你載回來啦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策略 大概就是這樣啦 就是說這個就是一個人道危機 菲律賓一定會對外訴求嘛 說他不讓我送糧食跟水啊 我只能夠用飛機去空投啊 運捕船到不了啊 那中方可能就會強硬啊 說你離開啊 我可以載你離開啊 這之類的啦 但是我們也要看一下 中方他除了海警船 這些海警到前線 他們這邊來執法之外 請教一下司令 原因是因為 075兩棲攻擊艦也已經在現場了 那就大家就開始來講了 所以現在中方其實 也不是真的就是說 在灰色地帶之外 他們也是有所準備而來 對 他這個075的兩棲作戰艦 你在旁邊做介護 容易由海警船來做執法 而且是強勢執法 那時候從早上的凌晨的 4點43分就開始做行動了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是 完全是有備而來 他已經在其他地方在移地訓練 整個的各種的沙盤推演 各種的狀況要怎麼樣去處置 他整個的過程都已經掌握到了 然後也都演練完畢了 直接就把他套招在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 我認為他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他是不開槍 所以你看他這次海警船 他上去的時候 他只是並沒有帶槍戒上去 但是他卻沒收了菲律賓的 七把衝鋒步槍把它沒收 到現在菲律賓 向他要把七把衝鋒步槍要回來 中國大陸他不給他 因為這是要沒收算是證物證據 是這個樣子 第二個來看這是強勢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兵力 這個船是在菲律賓的兩倍到三倍 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這個是完全優勢就出來了 所以他是優勢的執法 優勢的執法整個兵力態勢 零七五做警戒 海軍做戒護 那個海警船做執法 直接就以壓倒性的優勢 就把菲律賓給解決了 這個狀況非常的清楚 所以整個的作戰 整個節奏是在由中國大陸來掌握 你看整個節奏這個動勢 中國大陸掌握了主動權 菲律賓只能被動的應付 菲律賓的應付 你看他還有一個 他這個士兵的手 右手的大拇指被夾斷 因為碰到的時候 他手沒有所以剛好被夾住 還被夾斷了 我們可以看出來 菲律賓在這一方面 他有穿了 他有穿戰術背心 他不是光只是穿了求勝背心 也穿了戰術背心 菲律賓也是有準備 但是問題菲律賓的 畢竟兵力單薄 而且他們在態勢上面 就已經再也沒劣勢了 所以也就沒有辦法反抗 中國大陸也沒有開火開槍 你只能徒手 中國大陸也是 菲律賓也是特戰人員 他海豹部隊有500個編制的 他算是相當大 但是在我們講到的 鋼製的氣墊 我們講到的橡皮艇 他這個是在上面的人 全部都是海豹部隊的 是這樣子 你看他戴著頭盔 還是美智的頭盔 是這樣子 特戰部隊才會有頭盔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中國大陸的搭配 我認為好不好 我們看他的蒐證 中國大陸是空拍機在蒐證 空拍蒐證我們知道 他整個的節奏都弄出來了 他還要去蒐證 到底雙方的過程當中 菲律賓有哪些動作 中國大陸的執法又有哪些動作 哪些動作是符合 他們之間的規定的要求 雖然是一個衝突 但是低度衝突 最起碼大家沒有開槍 菲律賓那七支槍也沒有開火 是這個樣子 中國大陸的蒐證是非常的清楚 他立體的蒐證 你看他空拍機 派了好幾個空拍機 從各個角度來蒐證 這樣的話整個的執法的過程 節奏就中國大陸掌握 蒐證的過程也很非常的完整 這個將來可能會到國際法庭的話 剛剛亮哥有講 我認為是曠日廢時 到最後還是由實力來做決定 到時候沐以沉舟 甚至到聯合國大會都會受到討論 因為這個是必須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也跟主權的爭端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經過談判 是比較能夠解決爭端的一個關鍵 如果是走法律途徑到聯合國 或到國際法庭 這種曠日廢時 可能對菲律賓並不有利 但其實在國際外交上面 真的就是比拳頭比實力 好 現在菲律賓他們想要的方法 叫做透明外交 換句話說就是那種輿論壓力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你看中方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好 可是菲律賓內部 他們又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譬如說小馬可是 現在跟薩拉兩個人 就是很明確的不但不對盤 還是直接撕破臉了 其實中非關係 他們高階政治好的時候 南海問題是被各自爭議 共同開發 杜特地時代是這樣子 但是小馬可是上來之後 感覺完全就變得掉 而且他回到了我們傳統 在研究衝突領域講的 領土或者是領海 是會造成國際衝突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子 而且它是很顯著的 當然中非在南海問題 它不僅是一開始是領土 它是漁業衝突 其實漁業衝突 我們過去在國際關係研究 也是有發現 大概一些數據顯示 93年到2010年之間 大概11%的國家的軍事衝突 涉及了漁業衝突 像是漁船碰撞 像這個島礁事件 都是有關係的 中非目前我們感覺起來 之前黃岩島的爭議 雖然有點嘲嘲飛飛揚揚 但是仁愛礁 鐵線礁 讓這兩邊的進入到一個深水區 我覺得目前深水區 又更進一步了 我們講這個衝突螺旋是 他們已經到了所謂的海警船 跟這個菲律賓的突擊艇 有開始有接觸 接觸之後他們會有這個所謂的 當然一些什麼收證 沒收 這些都是我們講衝突的起始點 當然我覺得菲律賓不會 奔到那邊跟中國全面的 進行更高規格的軍事衝突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後面有沒有人會天柴火 這是最大的麻煩就是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好好的處理 我們講的 除了現實主義講的 秀肌肉之外 沒有回歸到我們講自由主義裡面 運用規範行為準則來做的時候 那是非常麻煩的 其實去年10月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毛寧就發言說 其實針對南海議題 中國跟東協國家要開始落實 所謂南海行為準則的諮詢意見 深入交換 並且把南海行為準則進入三讀 而且要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其實南海行為準則我們叫COC 它是東協當時為了南海 它去創建的一個行為準則 包括不有可以軍事化 比如軍事行動 不關的第三方不要介入 當然他們就把中國也納進來 中國說好 那我們來討論 中國方面他們是比較倡導 是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叫DOC 當然這兩邊他都想做 一來是他自己的DOC 他想要來推行 二來是他為了跟南海各個國家 維持一些好的關係 他說那我們COC 這個叫做南海行為準則 我們也來討論 當然他們現在進行三讀 要把這個所謂的條明規約具體化 讓這個南海不要成為說 你說過你的 我說我的 然後又修肌肉碰撞 發生危險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 剛才前面兩位講的 行為規範準則 法律的層面來緩和衝突 會是比較好的